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它比较多 而且重心有点往后做 第二板衔接有点慢 希望教练能帮我指导一下 好的 你的问题我来帮你解决 好 咱们先练几个 我先看看啊 好 还有最后三个 你找到感觉以后你看好了 你可以加力试试 对 你找到感觉了以后 你可以体会体会加力 对 对 哦 再来一个啊 好 你甩甩哥呗 你听我说啊 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平时练的还挺多 球还是挺熟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对摩擦认识的不够 所以从你的那个打球上啊 就能感觉到你基本上都是用手腕 这一点在这摁的感觉 所以你通过你说过来的问题 如果你揭发球下旋 稳定性不够 最主要是因为你首先你这个原理应用的不好 这个呢 是在借力 希望你呢 一会咱俩练习的目的呢 是先加上手上控球能力 而且是体会到摩擦的能力 比如说我可以先拉高调 不拉高调 我让眉身让出弧线的感觉 你一会跟我练几个上旋以后 慢慢体会我说的这个抛弧线的感觉 抛弧线的感觉的时候 尽量少用胳膊 是体会蹬腿转腰的感觉 有一个沉肩 沉肩的目的其实就是想让你把重心沉到你的右腿 右前脚掌上 蹬腿转腰 目的呢 又让你转到左脚的前脚掌上 这样有一个重心交换 把所有的力量就用上了 体会的感觉呢 就是你找不着感觉的话 你先体会一个扔球的感觉 给你一个球啊 你体会一个往我这边用力扔 对 没事 你再用点力 对 还能用力 这刚是你用了三成劲 对 哎 好 这个最好 你看这个好的时候 你体会到你的脚条件反射 你看重心 就过到你的左脚的前脚掌 而且同时呢 你看你刚开始扔的时候也是像你拉球的动作是手腕 那它就少了好大劲 你最后一下你就能感觉到腰的劲了 你再试一个啊 对 你先把原理找到再练 对 而且呢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你体会了几下以后 你不是光是用手腕 而是好像你条件反射是这是一致的劲就用过去了 刚开始的时候老有点像这个感觉 所以你只是这儿的感觉 力量小 因为咱这球 你学弧圈是为了抵消旋转 你得有力量 所以你先把这个怎么用力合理了 你再用 你再试一个扔球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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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基础上啊 在这基础上你又该想我刚才跟你说的抛物线的感觉 就是让你有摩擦球的感觉 现在你老在推球 我想让你体会出 你再看一个啊 没声呢 没声呢 蹬腿转腰 弧线的感觉 所以一会前两板是为了热身 你防住 然后你再沉间转 等你想拉的时候允许你失误 你先找找这重心交换的感觉 前两板你先推住啊 对 对 对 前两板你先推住 是你原来的感觉 是为了让你体会这蹬腿转腰的感觉 对 你看 全是胳膊吧 我想让你呢 是不是 沉间 蹬腿转腰 这次我不跟你对打了 所以你也不用怕失误 你先给我退一步 离你台子 对 你退一步的距离 我给你发球 你给我练拉这个球 对 你打到了啊 你打到了 你就再退半步 你徐徐的 对 再往后 对 对 从你的肌 你慢慢体会擦 从有声慢慢体会到没声 对 这好一点 这也好一点 对 现在啊 你再给我体会抛物线 把这个人 把这个人 沉间下来 把这个人 沉间下来 把弧线给我抛高 对 你把弧线出来 对 体会沉间 沉间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你重心转到你的右脚脚尖里 你一沉间像捡东西的感觉 你体会一下啊 好 对 这次有旋转了啊 然后你再体会把整个人 把整个人下来 把手也沉下去 对 对 再远 现在啊 已经稳定性够了 往上了 在这基础上 往上的同时再往前 往前的感觉呢 不光打到球了 感觉你能不能重心也过去了 你试一下 对 还能慢一点 对 看 又回刚才的动作了 又是胳膊了 又没体会沉间 你没感觉了 你就再往前 你有数了 一点一点叙叙的往后 一点一点往后 这不好 这也不好 那你就往前 再往前 这好 退一点 这好 对 这好 为什么好 你的重心有一个下 还有一个沉 然后 开始体会沉完了以后 往你的左脚 脚尖上转 还能沉吗 还能沉吗 这次比刚才已经明显强多了啊 你在沉的时候 你有一个捡东西的感觉 捡东西的感觉就是你争取把你的重心 转到你自己的右脚的脚尖上 对 这好 这好 沉 还有一个啊 我说的沉的时候 你一定看你的膝盖是弯的 右腿的膝盖是弯的啊 这样才能蹬地 右腿的膝盖是弯的 对 放慢 又是胳膊了啊 你先体会 膝盖是弯的 对 然后再体会沉一点 再沉一点尖 这好一点 不用快 好 对 这好 这不好 沉肩 对 甩胳膊 你只有在这基础上 我再给你试几个下旋 你再试试啊 对 对 这两个特别明显是你自己的动作 是胳膊的动作 接住球的时候 他说 等下降点 下降点的同时 你先给我沉肩 把重心下来 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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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光是胳膊 这好 对 现在好多了 你甩胳膊的时候 你甩胳膊的时候啊 你争取再体会整个人是这个圆的感觉 对 胳膊 重心 再沉 对 对 不准快 肩还是没沉下去 对 你体会这感觉 像捡东西一样 你必须得到右脚的脚尖 这好 对 最后一个 好 你甩胳膊 回去练习的时候 可以先步加下旋球 徐徐渐进的 就让我刚才跟你说的 从第一个 是离一个拍子的距离 你找感觉 找到一个感觉以后 退半步 你再找沉肩拉的感觉 对 找到了 再往后退一点 退到三步左右 这等于是最合理的 也是你比赛用的球 你体会沉肩 所以打上旋的时候 也要把东西降到沉肩 对 上旋球 是因为它旋转没有 所以才让你有机会想动作 你必须把上旋球的感觉找到了 再加下旋 你盲目的加下旋 你动作老不合理 所以回去练的时候 多练练中台的拉球 而且还尽量先用多球练 因为一到单球 你的原来的动作老碰 就特别明显 就老容易失误 所以回去 先把这个沉肩和登腿的感觉找到 这个是最主要的 把你的弧线就出来了 现在你的问题就老有点摁 好 那先这样 好 谢谢邀老师 各位客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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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